双鱼座,在双鱼座的人生字典中,爱情,一定是大写家粗的两个字,这说明,爱情,在双鱼座的心目中,占据着尤其重要的位置,为了和深爱的人白头偕老,双鱼座人感决付出,甘愿牺牲,哪怕受再多磨难,再多煎熬,也要奋不顾身把自己最好的爱都献给另一半。 不得不承认,双鱼座人真的是典型的爱情智商主义者,看似在感情中很至紧的双鱼座人,其实一旦爱上了就显得很执着,只要你值得他们为你奋不顾身,那么他们就能飞蛾扑火般为爱付出和奉献一切,绝不退缩和眼睁睁错过,对于双鱼座来说,既然已经爱上了就会全力以赴,不留余力的去经营这份感情, 即便被人嘲讽说不见棺材不落泪,他们也会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陷入感情世界里的双鱼座,变得极其容易感动,他们爱的时候从来都是甘愿付出,即便被伤得遍体鳞伤,也会无怨无悔。 水瓶座,水瓶座面对爱情的时候可以从精明能干的决策者,然后立马变成倾家当产的到不行的白痴。 当他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,他们可以为了对方而放弃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,因为在他们眼中,爱情是他们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事情,为了爱情他们可以放弃一切,但是最为糟糕的是他们往往爱上不好的人或者是不该爱上的人,导致他们牺牲毫无价值。 水瓶座的性格是固执的,一件他们认为是对的事,一定会坚守到最后,全力以赴的去守护。 对于爱情亦是如此,一段他们认可的爱情,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,而且思想属于传统类型的,自己的爱情应该就要自己负责。 同时也甘心舍弃一切,也聊这段感情,不受到任何的伤害。 天秤座,对待爱情,天秤座比较小心谨慎,再加上自身选择困难的天性。 天秤座往往犹豫不前,天秤座自己很清楚,只要自己认定了爱情,就不会轻易放弃,就会毫无保留的和对方同甘苦困惑难。 天秤座的爱绝对是真心的爱,天秤座只都是处于一个高昂的姿态的,但其实这样的天秤座, 内心是十分渴望有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,懂得自己,安慰自己,而爱情就是天秤座一个取暖的机会。 在天秤座眼里,如果连爱情都不能够拥有,那么自己的一生将会是多么的孤独寂寞。 所以天秤座根本不能够忍受没有爱情的生活,更加不能够忍受没有人陪伴的自己。 所以有的时候,天秤座宁愿是为了爱情去奋不顾身,去牺牲,去斗争。 天秤座天不怕地不怕,但是天秤座就是害怕世界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。 所以在天秤座眼里,没有什么比这个还要可怕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